请下车旅客提前携带行李物品 在车门口等候时站好扶稳 车体与展台间有空隙 下车时请您注意脚下安全 我跟你说啊 我上次面试那家公司 他们同意我的实习申请了 等下学期呢 我就过去实习 如果表现得好 我就可以留下来转阵了 然后就等你回来找我 你怎么不说话啊 我 我拿到了各大的offer 我拿到了各大的offer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想出国再度量你了 那我们之前收好的那些呢 收好等你毕业了之后就回来 我们一起去外面租一个小房子 这些我都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 你还说你想每天都看见我 是你说想吃我做的菜 我就去学了好多好多的菜 我都记得 但 这些你说过的 难道都不算数了吗 白慧 请你再给我两年时间 白慧 白慧 白慧你别这样 白慧 你答应过我的 让我只等你四年 我等了 可是为什么四年之后 你还要再让我等两年 白慧 我们都还年轻 我想出去看看 难道你愿意这样毕业工作 然后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说你没有时间 好 那我每个月都来看你 我把这些年的车票 一张一张 一张一张地攒起来 想着过了这么久了 终于可以结束这种恋爱了 现在看来 都是我自己自自多情了 白慧 我明白 你有自己的人生计划 可是你的计划里 从来都没有我 老板 没有我 但是你不想着 我才能在你身边 偷大 不要 老板 老板我要这个 老板我要这个 你好 去机场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冬辰 你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有个女孩 爱了你很久很久 哪怕曾经的我们被距离分开得很远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彼此信任和依赖 我们故事的最后就一定不会说了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